主席 主席各位列席官員 大家好 主席我想請行政院張院長 張院長 建議委員好 而且这个案子经费很庞大 高达927亿 台中市政府要负担的部分就有534亿 中央要求台中市政府要提出顺序 台中市府一直没有提出公文来来去去 这样子不是办法 我想所以本席在这里强烈要求 这三个部分要按急迫性必要性 以及这个经费的多寡和成本效益的因素 来分开核定分开办理 所以想要请教院长 在520之间 可以吗 其实也经过出审了去年的9月30号 今年他已经把修正的案件送上来了 不理头其实铁工局这边也预定在3月15号跟委员报告 因为他送上来的资料正好在过年期间 我们请各个单位表示意见 所以现在已经定在3月15号要开所谓的第二次的出审会议 那大家委员所提的就是说按照这个所谓的优先顺序来做处理 这一部分我们在原来的第一次出审的意见里头 有特别跟他表明他要整个时间的顺序要去做一个处理 那在第二次的出审会议里头我们会提醒他们 所以我刚刚就是说因为按照这个经费的多寡跟成本效益 所以三线的部分它第一个距离最短 那现在是它整个生活圈到达高铁 所以我在这边要希望院长 部长我们3月15号的这个会议 我们会提醒他们来注意这一点 对这个应该要马上确定 那我想第二个就是 我们台中台中港因为化电区域扩大范围 以及台中火力发电厂建厂的缘故 所以使得我们的渔民的渔业权 以及沥水渔港的渔法被迫离鱼 那本期反应过后呢 我们贵院的简太郎秘书长 哲成经济部杨次长 还有相关单位三次会议 那达成了两项共识 有两项结议 就是台中港区扩大范围 影响渔民权 这叫 那台中市政府都 立水渔法 应该由农委会来处理 所以院长 关于这个争议 涉及农委会经济部交通部 是不是要请院长或秘书长召开 一个跨部会的首长会议 尽速处理 本期不愿意见到 我们渔民理性的陈情 演变成海上的抗争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来召开这个跨部会会议吗 院长 如果有需要协调 我会最 就是依照委员的建议 最快的速度来召开 现在的状况 是不是让几个部会说明一下 是不是我来说明一下 其实委员也非常清楚 这个案子里头 那么渔民的这个要求 委员也开个会议 那院里头其实也请经济部的市长 这边也开个会议 那针对到底有没有损害到渔民的权益的部分 当时的决定是说 那么请渔民这边尽快的把它提出来 交由港公司来妥事来来加以处理 所以现阶段里头 当然我们也期待 如果渔民这边确确的证据资料 那我会责成港公司这边尽快来做处理 那如果委员认为有涉及到跨部会 刚刚院长也才是会尽快来做处理 我们会完全来配合 所以时间要抓紧 请尽快来 因为召开三次的这个协调会 我都有参加 我了解其中 那现在我们交通部这边 只有港公司有派员参加 一直没有办法做决议 所以要请我现在在我们院会 把这个事情报告给院长知道 希望院长在最终的时间 要避免发生这个渔民 这种海上的抗争 不希望它发生 那院长我在这边 我们今年的小年夜 发生了6.4级的大地震 那震税了许多破碎的家庭 和我们的这些灾民的心 灾害是不分这个族群的 伤的都是我们这块土地 和我们的同胞 首先让我们在这一 为我们这一次赠灾的 117位罹难者 以及289位伤者祈福 愿亡者安息 愿我们这些受伤的群众 能够早日康复 是 院长我想请教你 在全球暖化的背景下 极端天气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 强度也越来越强 面对未来的墙台 热浪酷寒的极端气候形态 也会不断的增加 政府是不是已经有面对各种灾害 各种灾害的发生的规划和机制 这个行政院有一个防灾汇报 然后有一个中央防灾委员会 每年都会有一个防灾白皮书 把最新的这种防灾策略写在里面 而且会给地方政府参考 中央跟地方依照白皮书来配合 这个比较长远的防灾计划 也每五年会做一次修正 院长本席认为这一次台南的灾灾当中 中央和地方的分工明确 就是这一次救灾迅速的关键 所以张院长你也功不可没 但是许多的灾害发生 通常都是跨区域跨部会管辖的 所以像之前我们的复兴空难 也是发生在台北新北的县市交界 那所以院长是不是有思考过 要让我们这个跨域救灾合作治理的制度 法制化 现在在这个灾变出现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防灾应变中心里面 其实有各个部会 同时必要是像这一次的这个0206震灾 其实也调度跨县市的这个 救灾人员到台南去帮忙 所以现在透过这个协调机制 其实都已经在做了 那我们从这一次0206的这个震灾灾害当中 我们看到台湾的国土规划问题重重 院长请问你是否清楚 我们内政部前部长李洪源 所主张的这个防灾行渡更 以及相关的配套计划 也想请院长 你是否认同 或者是你个人的看法是怎么样 其实 防灾都更 他所讲的就是都更嘛 都更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目的 当然都更的结果一定有防灾的效果 那也有经济的效果 也有环境改善的效果 那我想 所有都更都会达到防灾的功能 那我在这边要请教 我们这一次地震后 我们行政院决定要在三月份要公布全国土壤液化潜事区 但是传闻之前的江一化院长他不愿意公布 就是因为担心公布之后会影响这个整个房价 那所以也间接造成了李鸿远前部长的去职 所以这一次张院长你愿意负责任的这个选择公布 请问你个人觉得生命安全和经济稳定哪一个重要 我想我们要公开这个土壤液化的前世资讯 答案就很清楚了 如果公布之后影响到房价的这个波动 那院长你有什么做法 因应知道 这个公布以后要有配套措施 配套措施里面会包括建筑结构强度的这个评估 跟后面的这个补墙 所以如果说这个房子本身在土壤液化前世区 结构又不安全的话 那当然其实房价就不应该太高 那反过来讲 我们是期待说透过补墙跟这个评估 能够把这个房子的安全性能够确定以后 其实对房价也有稳定的作用 那本期在这里有个建议 就是公布之后房地产 势必会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够在这个土壤液化前世区公布之后 除了针对不适居住的这个建物做一个房价部分的补贴 那也应该对这些地区的这个房地税进行配套的一个调整 按照不同等级来做相对应的负税减免 院长你的看法 我想这个如果以后公布这些资讯影响到房价或是这个地区的这个地价 其实这个房屋税或地下税基本上就会跟得会有一些调整 会做调整 不是会做调整 我说你这个基本的这个公告的地价房价等等 这些价钱如果说有变动的话 你这个税本来就会跟着有调整 并不是我们要刻意去调它 其实公告地价大概都是地方政府的权责 如果说将来在某些土地的地质状况有浅势比较高的 地质浅势比较高的 我想地方政府在调整地价公告限制的时候他就会考量 没有错他是属于地方的权责 但是百姓是不会管你是中央还是地方 他只是说他是认定说这个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 但是我也要讲就是说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疫化区啊 有点过度的渲染 事实上很多的高楼在从事建筑设计的时候 都已经找到适当的因应的设计或者是施工的这个方式 所以已经没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这个资料 说没有公布其实不对的 其实在很多的相关政府的网站里面你都可以查到 尤其是专业人士要查这个资料根本不是问题 那院长我想请问你知道什么是防災公园吗 稍微知道一点 在日本在这个板神地震过后 日本就慢慢的把这个公园把它改造成一个这个防災型的公园 那平常看起来就跟公园一样 但是一旦发生重大事故 就可以马上变成一个大型的避难中心 可以临时安置很大量的群众 像在东京都它就有70多座的这个防災公园 其中有11座它具备有完整的一个救灾 它是一个救助的功能 平时就有人在维护 花了相当的预算在管理 那它那个板凳把它掀开 就有炉灶可以生火可以烧饭 那而且它那个厕所 因为它这个在右手边这个部分 它那底下都化饭池 都事先就埋设好了 所以它临时厕所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就可以搭建完成 那甚至还研发跟瓷季类似一样的这种香饥饭 可以供灾民来使用 那日本防災公园的动训规划是非常完整 灾害发生人车甚至于飞机就可以进驻到公园里面 那我想要请教院长 我们台湾有计划来做防災公园 其实我跟委员报告 在这个板凳地震以后 政府也都要求各地方政府要规划防災地图 那么现在我们在消防署也补助各乡镇区 都有一张防災地图 这防災地图里面除了有避难的路线以外 就有防災公园 当然您所说的防災公园里面的设备 除了要有开矿的空地以外 要有一些维生的设备 平常要有人维护 那这一部分当然我们各地方所具备的条件 可能或许不像日本这样的一个丰富跟充斥 那这一点是我们将来各地方政府 大家要一起努力的 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 我们台湾的公园就是图有一片很大的空地 并没有防災的概念 所以一旦发生事故 紧急事件发生之后 就是只会把我们这些灾民安置在 这个庙宇操场活动中心 那像这样子的安置方式可以安置多久 所以我想在这边就是要请教院长部长 我们台湾为什么不能学习临近的日本 他们的整个这个灾害防治的一个整体的计划 跟他们的这个规划 以及他们的设计 都是我们可以取经的样本 而且他们做得很好 那为什么人家已经行之有年 我们台湾到现在都不曾有过这样子 起心动力来做这个事情 像0206发生的台南这个地震 如果发生在台北市 在土壤异化更严重的台北市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在台北市如果六级的地震 它可能会倒掉四千多栋的房屋 也可能会造成数十万人的伤亡 那现在所有的这些救援的资源部会的 全部都集中在台北市 所有的资源都在台北 如果一旦要救援的这些单位人员 发生事故的时候 还要先让别人来拯救他 那这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我跟委员报告 在我们在防灾的整个避难的设计上来讲 机关学校都也是我们重要的避难的场所 所以在建筑设计的时候 对于它的礼堂 还有一些设计 我们已经考量到避难的需要 当然我刚才说过 我们台湾是人口非常密集 有一些地方公园非常的狭小 那避难的空地显得不足 这次这个设施我们还需要再进一步来加强的地方 部长刚刚讲的部分 你可能考量到的只是空间的部分 所以我说我们的避难空间就是一个大的空地 或者是一个很空旷的一个房屋 所以我们每一次往往碰到这些灾难的时候 紧急把这些灾民安置在这些地点 那但是随后这些医疗的设备 以及后援的这些补给 都没有办法很顺利 而且很有规划的来处理 本期在这边就是要请教说 你们认不认同我们这个李宏远前部长 他提出的这个防灾总署的概念 防灾总署的概念 我想请教院长你的看法 其实现在我们在中央 如果说真的有灾变发生的时候 我们靠的是这个防灾应变中心 那这个应变中心其实是各个部会在里面 目前运作的也都没什么问题 那如果要成一个防灾总署的话 其实这个规划组织架构 现在看起来会蛮复杂 因为您可以想到说 这个灾变的种类除了地震台风以外 最近巴仙城暴也是灾 然后高雄的气暴也是灾害等等的 所以甚至还有我们台湾 目前没有发生过的化学的这种灾害 万一说有一个化工厂爆炸的话 这个其实你看一看这种不同灾变的种类 甚至核灾如果核能电厂要出事情的话 所以到时候几乎每一个部会都会有事情在里面 这样的话这个防灾总署 其实组织非常难规划 那现在的这个应变中心 其实来讲是一个实务上比较容易做 而且看起来到目前为止 运作效果也都还可以 你说的是目前 目前运作效果还算可以 但是说愿不愿意来做一个更全面性的 更全面性的包括刚刚有提到的 不管是地震 化学 还有包括我们这个 像之前的粉尘爆炸 这些所有的相关的 这些灾害 天然灾害也好 人为灾害也好 在一个最有功能性胃部会 能够胳部会来统囂各部会办理的一个专者单位 如果要胃部会的话 几乎就是在行政院层级 所以刚才跟您报告说 有这个应变中心 基本上就在行政院层级 是由内政部部长担任指挥官 但是是这个经常在那边坐正的话 是至少知道行政院副院长 甚至我跟总统都会不时的进驻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我們在永遠擔任內政部長的時候 他委託學術單位研究 並與我們營建署 和國家地震中心套疊資料 找出全國土壤液化最嚴重的區域 分別就是在台北市 専門市區 新北市和台南市 尤其台南市它這個風險區域都分布在 新化以及永康人德一代 就是我們0206的這個重災區 我們大台北市在離上一次的大地震 大概有300年是在康熙33年的時候 假如這場地震發生在台北市 它規模6的地震可能會擴大為7.3級的一個地震規模 到時候會倒掉4000多棟的房子 死傷人數會好幾萬 到目前我們所有的部會 所有的資源都集中在台北市 那如果說碰到這樣的情況 那台北市要如何自主 所有的救援單位都在台北 所有的資源部會都在台北 那如果台北發生了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想現在政府應該要馬上 我們看到台南0206這樣子的事件發生 我們要政府應該要馬上思考 如何幫台北盆地減輕它的載重容量 簡單說就是幫台北市減壓 然後我們要地增加 我們要整理一下 在台北的那裡 這次出所能夠要求 鑑定性必顧 鑑定性能夠 告訴我們 這個 副市場 大家也會被人家 來幫我們 很消息 沸廂 補充報告一下 事實上台北市的人口 各位如果看前幾天的報紙 人口首度不增緩減 所以其實台北市的人口 你說會繼續再增加的機會並不太大 但是台北市的確有很多的老舊房子 那這些老舊房子必須透過都市更新來強化 那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花了四千多萬 補助包括台北市要加速做整體的都市更新的規劃設計 那這一部分前幾年因為大家都在談所謂的居住正義 那把這個本來要貫徹公權力的這一部分反而削弱了 地方政府就苟值不前 那這一部分也是我們認為 大家應該要理性來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 來重視都市更新以及防災的問題 那個院長 部長 全世界有二十多個國家 它實施政經分離 包含美國 加拿大 中國大陸 還有我們 還有南非 那另外像南韓 它在2012年 它也正式的把行政中心 從首爾遷到市中 那它在這個遷都的過程呢 大概經過了十年的討論 那花費大概45.6兆韓元 那我想如果能夠考量到說把行政中心 就是我們的行政院跟立法院 從台北移到台中 到我們台中市 台中市它是位於台灣的中間 而且它不只土地寬廣 它的地質承載是屬於很強的一個 集配級的 集配城的這種 這種地質 所以說如果能夠把我們的行政中心 包含立法院行政院移到中部來 那可能在成功嶺 可能在高鐵特區 可能在這個省議會 我想它是一個非常適合的一個地點 南來北往 所有的這些整個位屬於台灣的中央 而且又有台中港 有空港有海港 院長可不可以做這方面的規劃 這個知識體大 事實上剛才委員提到 您這邊我影片上寫的 前往地質承載很強 屬於集配城的台中 的確是台中的地質條件是不錯的 尤其跟台南比起來 或是跟北部比起來 這個土壤異化 但是我剛才也跟委員報告了 這個其實地質的條件 是可以透過工程的技術去改善 可以避免太大的災害 所以其實要把台北不管行政院立法院搬到其他都市去 我覺得這個其實遠超過地質條件的考慮 還有其他很多條件 我想我們任期只剩下兩個多月三個月 這個事情實在是很難在我們任期內去考慮 我知道說我們院長你的任期到5月19號 而且你也很明確的表示說你人生另外有規劃 但是我想萬事起頭難 我希望說我們張院長你所帶領的我們這個內閣團隊 不是像外界有很多的批評跟很多的這個形容 說是什麼樣的內閣內閣 但是我希望說我們要用最少的時間把整個台灣的國土規劃 我們要把未來整個區域的平衡發展 雖然時間短 但是我們要帶頭做 讓我們真正成為一個執行內閣 那外界 其實外界現在對張院長你的 這個是有一個很高的這種期許 跟對你的評價都很高 我想委員您既然提出來 這個區域 我想如您剛才提到這個區域規劃 區域平衡 這個城市就比地址的城市又不一樣 我想委員既然提了 我們就把它當作一個題目 然後在520交接的時候 把它交給這個新政府 請他們繼續往下去評估 那院長你願不願意帶頭先來做這個事情 現在做這個 看是做國土規劃的這個啟動 國土規劃我們過去已經有些基礎了 那些基礎資料 我們把它整理一下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把這個行政中心移到台中 它不只是一個 這個所謂的說地質穩固這些問題 因為它可以讓整個台灣可以做一個 不會這個資源過度的集中 然後讓我們彼此城市間能夠避免 能夠達到區域平衡的發展 那整個中部未來 剛剛我們另外一位委員 他也發表過 我們中部的一個城市規模 他是朝一個500萬人口的這個城市規模在發展 所以未來中都 我們另外民進黨籍的我們三位市長 包括陳舉市長 他也這個呼籲說要行政院 這個總統府要設南部辦公室 那賴清德市長他也 他建議要把總統府遷到台南 他甚至他也提到說 把行政中心移到台中 移到中部來 那台中市長林佳龍他也這個大聲起誤說 要把這個行政中心移到中部 那我個人在去年 我個人在去年的這個我們行政院 我們的立法院大院就有提案 就是說這個雙和首都的概念 把我們的行政中心移到中部 未來會對整個台灣的發展 會是更好的 所以我想雖然我們大家知道說 我們的這個內閣的任期是到5月19 但是我想我們就要見級履級 既然我們是擔任行政團隊 那我們就要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把這些該做的事情 雖然沒有辦法完成 但是一定要符合國人的期待 把這個事情按部就班的 把它這個該實施的該做的 我們都要來執行 院長 部長 請教你們同不同意 我剛才已經跟委員回報就是說 這個題目我們會把它當作一個主題 列入交接 同時過去有關於這個國土規劃 跟這個區域平衡的資料 我們針對剛剛委員提的方向 都會做一些準備 把它列入交接 我另外再請教一下 一個交通問題 我剛剛漏掉了 就是我們原先我們的這個氣燃費 氣燃費的部分是由交通部核定 然後呢 專款補助地方的一個公共建設 那多年來也都運作得很好 但是我不曉得為什麼我們交通部 沒事找事 把這個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 而且多給錢 還要罵 放錢又放罵 又有罵 那很划不來 最擔心的就是說 把權力下放沒關係 但是你這個款項 本來要專款專用 用在這個地方重大建設的 市政府他會執行嗎 會不會有更多的這種政治考量 甚至於大小眼 會影響人民的權力 是不是 跟委員報告 那麼其實氣燃費這件事情 是新四都 原來除了北高兩市以外 那麼大家極力在爭取 那麼應該要把氣燃費下放 那這件事情其實也跟六都 也經過長期兩年的溝通 我們就開了五四次的會議 那未來如果既然會給新的六 給四都 包含那麼其他兩個六都以後 對不起 以後的我們生活圈的這個部分 就不給了 那剛剛委員特別提到就是說 他們會不會去農用 比如說 我們連接說 那麼這個委員 我們都會去把我 把我們已經合併的這些計畫 大家也沒有做到計畫在哪裡 所以我們會給一個訪問 但是如果有其二的說 他們就沒有按照這個學代 這個作用的事情 那麼我們會批評一眾 可以來 再加一個 目前我們的了解 那各個其實在計算的 電視上的按照什麼 在做什麼 好 謝謝原委員 謝謝張院長 現在我們請劉委員建國花園 尋打時間為30分鐘